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说此物便是后来可口可乐等碳酸饮料的老祖宗 各位 小编为何要先讲这种冰镇饮料的制作技术 因为它是后世制作空调房的灵感之语 据史料记载 先行时期人们已经会制作一种叫枯实的空调房 其方法简单粗暴 就是在房间四周放上大量的冰块 然后让人用扇的扇 以使冷气流动 冰块融化后的水则会被收集起来 由仆人拿来撒在房间的地上 每隔一个时辰撒一次 此种方法耗费较大 治冷效果一般 所以 一般只有王思聪或者李刚的儿子们之流才能享用 先行老百姓要买粮 还是只能拿把扇子 买粮快买买着去 但请各位注意 正是这种故事 给后世真正的空调房提供了技术支持 据史料记载 看待时 古人已能造出技术了 又全自动的空调房了 当时的人称之为N条店 有专家考证 说这其实就是一间小屋 一般由竹子搭建而成 其中用来组成四面墙壁的竹子被挖 成了中空 以方便流水 屋顶开有许多沟槽 水从屋顶沟槽中流下 顺着竹子一度向下 并在屋旁被收集起来 有桶车将其运至屋顶 如此循环往复 在此过程中 多余的水会沿着屋脊往下落 形成一道独特的水帘 所以唐代时也有人戏称其位水帘洞 各位 此物只见于天宫开物一书 但作者介绍的也不是很详细 所以小编也只能说个大概 至于其中很多细节 如今已无从考证 换句话说 其制作手艺如今已失传 但根据小编的描述 各位大概已经猜到了 要使用的 必须集齐三大神器 首先是房屋制作技术 其次是能把水自地面 升至屋顶的一套桶车 最后是屋内的冰块 冰镇 冰镇饮料等 否则估计达不到理想的制冷效果 这张空编并感觉 冰镇饮料等 如果继续游戏 冰镇 战刘刘艺术的冰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